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审议通过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订案 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爱国者治港 确保香港长治久安和繁荣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的险恶用心 在涉港问题上是一贯的颠倒黑白恶意抹黑 目的是攻击一国两制企图谋独乱港 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立即停止对香港事务的政治操弄 收回黑手谋独乱港必遭严惩